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最近看了许多的版本爆料 小伙伴们对新赛季 是不是越来越期待了呢 不要着急 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 本期就带大家来看看 时尚最良心的优化 Let's go 首先是排位赛的调整 排位赛的匹配界面更新 增加了峡谷地形展示 以及自身所在阵营的 对抗路和发育路方向 在选架和结算流程 官方还新收了 英雄的3D形象展示 除此之外 单排和多排的按钮 也进行了合并 在排位赛房间中 允许单多排与五排进行切换 无需重建房间切换模式 最重要的是 排位单边禁用英雄数量 由两名调整为三名 与巅峰赛保持一致 好家伙啊 现在排位也多了两个半位 咱们得多练几个绝活英雄咯 这还不算完 现如今我们可以对 最近三天的对局 在历史战绩中进行举报 整个举报流程 和对局阶段时举报一致 演员挂机一个不放过 兄弟们这还不把干的漂亮 扣在公屏上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重头戏镜头偏移 现在正是否有个 镜头指示器偏移的功能 我们将这个功能打开 释放技能时 技能会随着指示器 进行实时偏移 虽然可以略微调整一下视野 但与三指脱屏相比 还是有一定差距 但现如今 体验服新增了镜头偏移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 镜头指示器偏移功能 大不一样了 我们在操作设置里 将镜头偏移功能打开 可以看到屏幕右上角 出现了一个小眼睛 点击小眼睛 就会出现一个圆圈指示器 我们绕着圆圈指示器拖动 就可以将自身的英雄角色 从屏幕中心调整至 相应的位置偏移 这样就可以看到 更远处的视野了 注意了 只要我们调整好方向 这个视角 是不需要我们按着指示器 就可以一直固定的 如果想回归 以自身为镜头中心的视野 只需要再点击一下小眼睛 就能快速归位 真正实现了 用设置 可以取代三指脱屏的操作 这对活武 干将玄策 赵云这类经常需要拖动视野 保证技能命中率的英雄来说 是大有帮助的 想必不会三指脱屏的小伙伴 现在心里也是乐开了花吧 最后给大家播报一条重磅消息 官方决定对贵族特权进行升级 贵族器为2万贵族积分 可以获得专属打气图标 在使用对局加载页面的打气功能时 会有专属的打气特效 同时队友看到打气的文字 也会变成对应的专属颜色 贵族8为5万贵族积分 可以获得一个新的传说皮肤 更重要的是 现在开放了贵族9和贵族10 贵族9为10万贵族积分 可以获得一个贵族专属个人主页皮肤 贵族10为18万8888贵族积分 拥有皮肤共享特权 当贵族10的玩家跟好友组队进行游戏时 好友可以使用贵族10玩家 所拥有的全部永久皮肤 包括荣耀典堂 并且排位模式也能共享 好家伙这么刺激的吗 这还不叫上土豪朋友一起组队呀 从今天起 我就要做豹子头凌冲 玩皮肤纸白嫖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官方还是做出了限制 贵族10每周的分享次数不是上限 但是好友每周使用皮肤的上限为5次 另外爱玲的女武神不在共享皮肤里 不过仔细想想 能免费玩荣耀典藏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 这波不亏呀兄弟们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新版本改动幅度较大 不过小伙伴们不要慌 无论是资讯爆料还是英雄玩法 我们都会一一给大家奉上 请大家持续关注哦 一个ID名为黑席优惠的先生留言 大仙大仙 我妈妈这两天问我吃饭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踩高桥了 我该怎么说呢 许多先生说 在我这吃饭没筷子 我就把高桥借给他了 不牙688 每晚7禮拜 咱们不见不散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转发 拜拜